2023年的拉清格獎和過去的十二屆不同 一半都是由現任教宗方濟各班獎 不過由於他近期身體保養 改由玉塞拉清格 本督十六世梵蒂岡基金會主席 隆巴帝神父表達了教宗的問候 今年的得獎者都是來自西班牙的教授 保禄·布蘭科神父是一位禮儀和牧民神學的神父 而方濟各托拉爾巴是一位哲學家和神學家 兩人表現了本督十六世的哲學思想對世界的重大影響 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·舒基反思了接近一年前 在本督十六世辭世之後 現在的頒獎典禮氣氛變得如何不一樣 以他命名的頒獎禮自然帶有紀念他的聚會的特徵 透過反思他的遺產 繼續我們的時代 在教會的旅途中結出果實 就是活生生的傳承 自從2021年起 基金會向從事科學或者神學研究的學者頒發獎學 今年是第一次得獎者沒有與命名者相見 好消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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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 很消息 又要 回氏